香蕉蛋糕 无蛋香蕉蛋糕 做分享 好,今天要做的是无蛋无奶的香蕉蛋糕 首先把熟透的香蕉去皮 香蕉要200克 大概是像这种中心的香蕉 大概两条半左右 可以的,这种香蕉也是可以吃的 这种已经是很熟的香蕉 但是没坏 不用担心 是吗? 真的很像的 两条香蕉 150克 所以大概 还要多四分之三条左右 197克 OK,差不多了 再多一点点 199 可以有啦 好 好 香蕉200克 OK 准备齐全 好,今天有个小助理 称好200克的香蕉过后 就用叉子 进行 把它压烂的处理 那天很难 今天很难 因为这个香蕉很熟了 所以就很容易压 好,这里又要称什么呢? 40克的黑糖 有机折糖 40克 大概是两大匙左右 小助手动作很快 已经把香蕉差不多都压烂了 压烂,好香的香蕉味 好,这里又要称什么呢? 40克的黑糖 现在再加入 天然什么? 天然黑糖蜜 Molessus Sugar 多少克? 也是40克 也是40克的黑糖蜜 OK,总共是80克 香蕉这里已经几乎成香蕉泥了 非常好 今天有一位赖子一小朋友 帮我们制作这个香蕉泥 烤完吗? 烤完吗? 嗯 好,这里要 接下来要准备豆奶 怎么做呢? 大厨 泡粉就可以了 大概多少ml 160ml 160ml的豆奶 如果你有买的话 就可以自己在外面买豆奶 不然的话就用这种豆粉来 泡泡 总共80ml的豆奶 要不要放糖 不用放糖了 只有可以用无糖的 或者是低糖的豆粉泡成这个豆奶 好 好,这个80ml的豆奶已经泡好了 所以再用秤来秤一下大概 160克 哇,154 差不多 再加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160克就是160ml 166ml 166ml 哦,这里出了一点小差错吧 喝掉一口吧 好,160克的豆奶 好,下一步是将香蕉泥跟糖混合 所以拿一个比较大的容器 把香蕉泥倒进去 湿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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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湿的 湿的材料 第一部分的 就把刚才秤的 40克的折糖 和40克的黑糖蜜 加入这个 200克的香蕉泥 搅拌 然后同时加入泡好的豆奶 160ml 嗯,就这样慢慢的搅拌 嗯,慢慢的搅拌 嗯,慢慢的搅拌 好,然后加入 0.25克的 盐 大概是四分之一小匙的盐 继续搅拌 搅拌的目的就是把 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 废话 把糖也融掉吧 好,接下来 我们再秤一下这个 食用油 我们这里用的是 纯米 纯米糠油 其实应该是 各种别的菜油也可以吧 所以好选择 这种高smoke point 240度的这种油 就是纯米糠油 要多少? 60克的 米糠油 橄榄油 橄榄油 玉米油都可以 最好是用高smoke point 的油 OK,60克 再把它 再把它 加入到 刚才的这一个 香蕉泥的混合物里面 60克的油 继续搅拌 这个无蛋无奶蛋糕 的制作很容易哦 不需要任何的器材 只要纯手工 就行了 连一个三年级的 小朋友都可以胜任哦 一直搅拌搅拌搅拌 另一边就准备 20克的柠檬汁 柠檬汁20克大概是 半粒啊 好,先把柠檬切 然后就用一个叉子 把柠檬汁挤出来 20克的柠檬汁 最好是用陶瓷的容器来装 要用塑料的 因为柠檬很酸 会跟塑料产生不良影响 好 这里已经有11克的柠檬汁了 好 继续将另 再挤这个柠檬汁 20克总共 15克了 16 17 18 19 20克 刚好 趁也没电了 刚好20克 20克 再把柠檬汁里面的 种子去掉 这样会影响口感哦 好 这里的 香蕉糊 香蕉水 搅拌物 已经把混合的好好了 再把这个柠檬汁加入 继续混合 这个是非常随意的 也不需要做太多 也没有什么规则 就这样很随意的搅拌就对了 要搅到油没有 要搅到什么 油没有 要搅到看不到浮起来的油 把油充分的融合在这个混合物里面 好 下一步是 用普通的白面粉就行了 240克 240克的面粉 看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 都可以做到 很容易 240克 用这种最普通的面粉就行了 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210克了 哦 229 这边的香蕉泥已经搅拌得非常均匀了 嗯 搅拌过程中可以把一些杂质给去掉 如果有发现的话 嗯 因为是用 折糖跟 什么 糖蜜的关系 所以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像 就像那个麦芽糖一样的颜色 好 香蕉糊 我们看一下 就搅拌到这样 感觉很均匀的程度就好了 好 然后再加入2克的这个Baking Soda 小苏打 2克 所以就是用这种 1匙等于1克的汤匙 2匙 Baking Soda 2克 加入这个刚才240克的面粉 然后再加入这个叫Baking Powder Baking Powder Baking Powder要多少 4分之3 4分之3匙 4分之3匙 就是0.75克 这样的分量0.75克 因为这个量很小很难称 所以你就找这种一克的这种 1克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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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之3 嗯 然后要再加入这个肉桂粉 4克的肉桂粉 这样子的 Cinnaman ground Cinnaman ground 肉桂粉 4克就是4小匙 这个肉桂粉酱 这个大概4匙 这个就不需要非常的精准 因为这是一个风味 大家可以一个人的喜好来提升 大概是4克左右 好 这里更正一下 并不是4克 而是大概4小匙就行了 因为这个Cinnaman的粉 肉桂粉非常的轻 大概4匙左右 OK 好 把这些所有的粉 用这个普通的过滤的塞 大概塞一塞这个粉 小心 塞 把这个粉绿塞一塞 看起来这个小朋友动作不怎么熟练了 大概要半个小时吧 如果这样子塞的话 慢慢的把面杂把这些粉都塞一遍 好 小心一点哦 假期的话可以跟小孩一起做这个无蛋蛋糕 增进亲子关系 看一下和谐的两母女 看一下和谐的两母女 再把刚才剩下的粉也一同加入 全部都要过滤 注意不要塞到外面哦 这样子敲敲敲方法也蛮坏的 看全部跑出来了啦 晕倒 说真的为什么要过筛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 如果有高手可以指点的话 就在留言帮我留言一下 耶 好不容易把全部的粉都塞进刚才的香蕉糊里面了 好 成功 下一步 好 现在就把刚才过筛的粉跟这个香蕉糊混合在一起 真的很简单 不需要用到任何的器材 就用一个汤匙 用一个汤匙 这样慢慢的把它混合起来 一边搅拌就可以嗅到很香 香的香蕉味哦 还有那个肉桂粉的香味 肉桂粉 嗯 搅拌搅拌搅拌 你看不知不觉 已经慢慢成形了 不知道搅拌到所有的颗粒状都不见掉为止对吗 不是耶 那个颗粒状都不见掉为止对吗 不是耶 那个颗粒状都不见掉为止对吗 不是耶 那个颗粒状都不见掉为止对吗 好 一直不断的搅拌 听得到吗 已经跟刚才有点不一样了 可以让孩子一起做这个蛋糕就可以磨练他们的耐心 这个搅拌的过程就不要太久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十分钟 不是耶 好 搅好了就可以搅了 不用搅到 那就到 看 这样子的 看得清楚吗 嗯 看这样子的面糊 这样子的浓稠度 嗯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蛋糕 嗯 然后呢 我们用的是这种玻璃的模具 嗯 在上面 涂上一层 油 刚才用的那一个 油 就等下脱模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不会粘在 不会粘在 不会粘在这个玻璃的模具上面 嗯 就用手这样很 快速的把这个油涂抹在这个容器里面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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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一个分量就可以 制作大概两个这样子大小的蛋糕 嗯 嗯 嗯 这边检查一下 还以为没有一些面粉的颗粒在里面 嗯 看起来非常的好 好 就可以把它 倒进 去 哇 很香 嗯 就这样平均分配在这两个容器 玻璃的模具 里面就行了 嗯 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制作的蛋糕 嗯 素食者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无蛋无奶的蛋糕 整个制作过程 可能只需要大概二十几分钟 就搞定了 嗯 就把这些 面糊平均的分配在两个容器里面 再把它 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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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的滑滑的烤出来的蛋糕就特别的漂亮 所以一共是两个 所以等一下在烤箱里面它就会慢慢的发起来 大概会发到像整个模具这么大个 好 现在就是这样了 等一下我们要准备一下 现在马上要准备烤箱了 OK 弄好了过后就轻轻的 不算轻轻的 敲一敲 把那些空气都敲出来吧 整个蛋糕就会很漂亮 好 现在要拿到烤箱去烤了 好 这个就是小熊排的烤箱 非常普通的一个烤箱 好 用上下火 上下烤一百八十度 跳到一百八十度 三十分钟 就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看这里有非常多的观众 大家都在热烈的期待 嗯 三十分钟 但是在七分钟左右的时候 先要把它打开 用一个刀在上面画一个口 等一下会做给你们看 嗯 嗯 好 七分钟到 就用 刀 用刀 画一个 口 要小心 因为很烫哦 这样 用这个刀 不要吵我啊 画一个口 所以等一下 它发的会更美 嗯 把它推回去 好继续烤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我们的五蛋香蕉蛋糕完成啦 嗯 嗯 非常地美丽哦 哈利 来 诶 电吗 两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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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